前陣子不是有人說嗎 說這個攻打台灣是傻子嗎 要面臨四方面作戰等等的 所以這些論述都意味著說 確實他們是有一種 武力降溫的一個趨勢 所以因此他們現在就改起來 許多的非武力的 或者是一種和平的策略 中國對台的戰略有修正或改變嗎 加上中國內部現在的形勢 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最近有了很明顯的改變 當然啦 基本上他們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這個八個字是它一個既定的 一個對台政策的框架 和平統一本身 或者是說以什麼溝通對話的方式 來達到不費一兵一卒的 這一種統一的話 這個是它優先的選項 可是它會面臨到一個 所謂的台獨的問題 台獨啊 其實台灣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覺得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種如果不獨立的話 我就很不舒服的感覺 沒有嘛 我們還是自由自在的 對不對 中共現在對於台獨 是一種侵犯台灣的藉口 馬英九先生也被曾經視之為華獨 中華民國的獨立 然後你說中華民國 他也說你是台獨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說你是台獨 那你台灣的話更是台獨 連你說維持兩岸的現狀 他說都說你是台獨 而且他說軍機繞臺本身是針對台獨分子 你這個飛機本身 你的飛彈不曉得有沒有裝臉部識別 然後分析可以分辨出台獨分子 跟所謂統派跟獨派 我們台灣人總要馬路上 上面也沒有貼個桶 也沒有貼個毒 然後讓你可以去辨識嘛 所以這個都是一種欺人之談嘛 所以 但是最近確實有些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估計到兩件事情 第一 如果他今天用武力的方式 來統一台灣的話 戰爭成本太高 戰爭的代價太嚴重 然後呢 中共本身會受到這個 即便你侵台成功了 他也要承擔這種成功之後的代價 包括他會受到國際社會對他全面的圍堵 他的經濟本身現在已經這麼糟糕了 打仗是要燒錢的 把軍事能力的擴張本身 必須要以經濟的實力之為後盾 大陸現在的經濟呢 我不想應該怎麼形容了 就是已經到了一個懸崖的旁邊 已經快要罪癌似的 所以由於中共內部經濟的惡化 乃至於他面臨到那麼嚴重的 一個債務的危機 經濟的這個蕭條 還有他的這個整個 這個經濟環境本身已經失去了一個 支撐對台軍事動武的這樣的一個財力 當然他的一個 這個武力犯財的聲調就會慢慢的下降 前陣子不是有人說嗎 說這個攻打台灣是傻子嗎 要面臨四方面作戰等等的 所以這些論述都意味著說 確實他們是有一種武力降溫的一個趨勢 所以因此他們現在就改採了許多的 非武力的或者是一種 和平的策略 我們一般講到統戰的策略 他們不是這麼講 他們叫做和平的一個策略 這些策略包括我所講的一個是經濟統戰 還有一個就是文化統戰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包括法律的統戰 還有認知的統戰等等的 這就顯示就是說 當然他們基本上是兩手策略 合同交叉並用 但是他目前這個時刻來說的話 由於他的經濟太糟糕了 已經糟糕到就是快崩潰的一個地步了 在這樣的財政的情況之下 經濟的一種萎縮的情況之下 那麼他攻台的話 他會付出更大的 更劇烈的一個成本和代價 這篩略危機跟地方的財政 可以具體說明 到底糟糕到什麼程度嗎 你說地方的財政是不是 地方的財政 由於是這樣的 我們先講一個結構面的問題 我們再講線下面 結構面中共的這個 很多的地方政府 他的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就是賣地跟租地 這叫土地財政 也就是說他把這些土地 要嘛就變賣 要嘛就輸租給什麼東西 房地產 這些建設公司 那我們知道 現在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它占到國民經濟的總值 達到45% 幾乎到了一半 而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 他的一個理財或者投資的管道 就是房地產 他們把大量他們的储蓄 投注在房地產的投資上面 可是你知道現在有一個爆炸性的事實 就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在恒大嘛 有兩個數據 經過摩根大東的統計 他說累積的兩年 就從2021到2023 根據他們所公布的財報 恒大呢 虧損了8100多億人民幣 OK 那麼另外一個是 8100多億人民幣 對8100多億人民幣 另外一個是日本的一個日經新聞所發表的 它的統計的數字是最終虧損達到了5000多億的人民幣 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個虧損的一個紀錄 恒大呢 等於說是橫掛了整個中國大陸 絕大部分的房地產市場的占有的一個集團 而且它現在出現這個虧損一定會如滾雪球一樣的 會波連其他中下油的這個房地產公司 如果房地產本身都虧損這麼嚴重 地方的財政就沒有收入啊 因為它是靠賣地和租地來建構它的一個財政的一個基礎 所以現在這個房地產這個巨額的虧損 人民本身呢也不敢買房子 房地產的價格如這個溜滑梯一樣在下滑 一個大面積的一個房地產公司的倒閉等等 還有就是嚴重的虧損跟嚴重的負債 因為它不斷地借新債來養旧債 它借這個新的這個貸款來買這個地 可是現在因為銀行本身也出現了巨額的負債 所以你看這個負債負債一連手上去的時候 整個地方政府就失去了財政的來源 所以現在地方政府連公交車都不開了 有個地方叫河北的保定 取消了公交車就是那個公共汽車都不開了 為什麼那是市政府經營的 然後公務員減薪減多少百分之二十五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而且減了之後還不一定準時發給你 然後你看既然這個地方政府 醫保這個沒有辦法維持 社保也沒有辦法維持 還有就是它基本的這個修路燈 維護這個橋樑地面的這個鋪馬路等等 這些經費都沒有 所以現在完全就是地方政府 而且是不是一兩個地方政府 從一線城市開始二線城到三線城市 三個線的三線的城市 全部都面臨 我有一個統計的數據 就是在清零階段 就是封城那個階段 接近解封的這個時期 全國三十個省治治區 全部都是赤字 赤字 全部都是赤字 全部都是處於入不敷出的一個地步 現在更嚴重了 現在就是說是 連基本的城市建設都沒有辦法維持 公務員的薪水有發不出來的 還有我們不是有台灣講無薪假嗎 它不叫無薪假 他們叫無職假 意思就是說你連職務都沒有 讓你一輩子去放假了 這樣的一種財源 不要回來了 不要回來了 這種大規模的一些財源 你就可以顯示就是說 現在整個地方政府已經到了一個 連自己本身要維繫自己的 基本的政務的運作 或者是社會事務的運作 都已經沒這個能力了 為什麼 因為它這是連環報 房地產一出現了泡沫化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去向銀行舉債 然後來養它的救債 可是銀行本身又怎麼講 它又面臨到虧損 因為它是要靠利息 來支撐的 你想想看 中國在一帶一路到今天為止 撒了多少美金 一兆美金 在140多個國家 而且這個回收率還有 回收率兩種 一種就是說 你借錢出去之後 別的國家本身 對你的本金的還款 另外就是 你所進行的基礎的建設 所獲得一個經營效益的回收 利潤的回收 這兩個都落空 所以它現在在一帶一路中當中裡面 大面積的虧損 再也收不回來 現有的一個基礎建設 即便你是合資合伙等等 也沒有辦法得到營收 蓋了一個諾大的一個機場 然後裡面幾隻蚊子飛來飛去 我就舉一個例子 這個巴基斯坦有一個港叫做可倫坡港 到現在為止還是荒地一片 只有看到這個啟動機 然後這個整地的一些面積 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進度 這個叫什麼東西 叫爛尾港 或者是爛尾樓 爛尾機場 爛尾公路等等的 這個負債本身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你在內債和外債 雙重的壓力之下 加上你的這個一連串的 這些經濟的這種萎縮 現在有人講說 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了一種 通貨緊縮的這樣的一種危機 什麼叫做通貨緊縮 就人民都不花錢 以前喝牛奶的 以前市場喝牛奶 我現在買喝手 改喝手喝礦泉水 以前我上館去吃飯 我現在路邊吃燒烤 這個叫做流動這個現金的不足 或者叫做流動性的一個現金 那麼消費減少之後 必然你這個經濟就沒有辦法 有一定的活水 然後再加上外資的撤離 跟企業的倒閉等等的 都會加重裁員減薪 還有失業的問題 這裁員減薪加失業 這是企業所面臨的 一個最大的困境 所以現在中共的經濟的情況 無論你從哪一個指標 中地指標 或者是個別的指標 都是慘不忍睹的 這麼慘還有花大把大把的錢錢 大撒幣去搶我們的邦交國 是的 你應該救救自己的內政比較重要吧 救救自己老百姓不救 沒有 中共的領導人本身 他的思維不是這個樣子 我國家的國威遠撥 跟我們老百姓信服安康 這是優先秩序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習近平眼中當中裡面 這個大國崛起 大國外交 然後要把我的這個國威遠撥到全世界 這種所謂的浩大喜功 這種中國的這種威望遠步的這種目標 要比他要去改善生鬥小民的生活 那來的太重要了 更為的重要 那麼甚至就是我們講 在歷史上也有很多就是說 面臨到極度的財政危機的時候 依然在這個對外作戰 蘇聯打阿富汗就是這個例子 當年1950年毛澤東打韓戰的時候 抗美援朝也是這個樣子 國共年代剛剛結束 整個中國大地滿目瘡意 而且是財政根本就是處於崩潰的地步 他照樣打韓戰 那麼蘇聯在一個嚴重的通貨膨脹 跟經濟萎縮的情況之下 他還是打阿富汗 而且一打就打了很多年 把自己的國家打到解體了 他還在打 所以這個獨裁者的思維 不是像我們一般正常的思維 非我們所能夠想像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警惕就是說 他在一種極度危機的時候 採取一種軍事冒險主義 來轉移他的國內的經濟危機 這個就是我們在思考兩岸關係的時候 目前為止讓我們覺得 最感到憂慮和不安的就是說 獨裁者的判斷 即便每一個都是誤判 我認為從2012年習近平上代以來 幾乎沒有一個正判 全部都誤判 但是即便是這些誤判 也會出乎我們想像之外 譬如說他支持緬甸 緬甸的軍政府是如何屠殺 肆虐他的百姓 他還跟著一些軍政權 軍事政權 腐敗的官僚去勾結 那麼搞他的一帶一路 他沒有什麼道德上的考量 他的外交政策只要對我有利 任何的人道的考量 道德的考量都不在他的考量之內 在這個充滿快速時尚和瞬息萬變的時代 有些事物卻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成為經典中的經典 在1986年成立的台灣高級 定制西裝名店 深裝西服 它不僅僅是一個品牌 更是一個傳奇 深裝曾經榮獲多次桂冠 贏得了世界舞台上七座金牌 跟三屆亞洲冠軍 並且多次在台灣獲得第一名的殊榮 避逆台灣及全世界 無論是國際影星 政界精英 還是商業巨頭 無數名人選擇深裝 他們知道 只有深裝才能夠真正捕捉到 他們的品味和風範 我們的神秘是 無論您是結婚 就業 或者是其他重要場合 您的人生第一套西裝 我們都希望成為最佳見證者 深裝西服 一向秉持著日式職人的精神 追求西服公益的最高境界 努力不懈 一生懸命 一生懸命 身裝一心 只為襯托你 卓越不凡的品味而生 或者是其他非常主要 很外乎 施人的最高境界 高境界 舍不越的服務 越來越來越過 當一隻手 標準 神聖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 浮迹 神聖人的最高境界 全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